世界杯国脚全杀未免冠军成英雄,回去乐部却被取消了报名精彩,到2018俄罗斯世界杯结束了。 这件世界杯非常的精彩,不过对于喜欢德国队的球迷来说,便是开心不起来,因为德国队不仅没有未免成功,甚至连小组都没有出现,而且他们在小组出现的关键战中一0比2输给了韩国队。 那场比赛围绕德国队球迷印象最深刻的,除了孙清明就是打进第一球的精英权了,精英权在北界世界杯的表现极为出色。 这三场小组赛上,若不是精英权的发挥,韩国队可能会丢更多德球,尤其是在对战德国队的比赛中,精英权的防守让穆勒和戈迈斯都没有很好的胜门机会,然而这些还不够。 第九十二分钟,韩国脚球机会,精英权门前将球打进,但愿未改先,进球无效,但在VAR视频提示下,此球是克罗斯回传,主裁帕盖盖进球有效,1比0。 这个进球几乎宣告了德国队的死刑,因为是不是丢球,自己还没有绝对射门机会,德国队几乎就是被精英权杀死的。 精英权因为这一球也成了韩国队的英雄,让全世界球迷为他感到惊讶,按道理来说,球员在世界背上这么出色,回到俱乐部一定身家大涨,占据一个主力位置。 但其实本赛季,精英权在中超的广州恒大队表现的并不好,而且再加上本赛季中超取消了要外球人上场的政策,精英权变得尤为的尴尬,因为恒,大的攻击线肯定是要上高拉特和爱兰的。 而且再加上中超股得力也必须上场,所以精英权几乎就没了位置。 直到阿兰被进赛,精英权才得以上场比赛。 不过有限的上场时间里,精英权表现得并不出色,甚至屡次出现致命失误,将恒大的后绑线多次让对手打穿,导致恒大中超级分榜跌落至第五位。 或许当时恒大队已经动了坏他的念头,世界杯结束后,精英权回到广州恒大,这显得更加尴尬。 恒大队间歇期签了巴西摇星塔利斯卡,而且保利尼奥也从巴赛回归,很明显恒大队把演员的重点放倒了中前场上,而精英权显然已经无法竞争得过这两名巴西外援了。 果不其然,精英权和古德里都被取消了中超的报名,面对已经无法再上场比赛。 精英权和古德里,不得不做出转会的选择,古德里不用说,本身就是欧洲人,转会自然没有问题。 而且荷兰媒体也报道出,古德里已经成为吐超豪门费内巴切的一员目标,费内巴切主教练菲利普科库希望能够将古德里带出费内巴切效力。 这对古德里来说是个好消息,目前古德里已经乘飞机离开了中国,广州恒大的球尼会还去现场送行。 但是精英权却有些尴尬了,因为90年出生的他已经28岁,年龄并没有什么优势,去欧洲流洋又有各种限制,所以并不会有古德里那么容易。 而且据韩国媒体SPORTS KHAN消息,恒大打算450万欧元出售精英权,这比当初球员加盟球队时,要高出250万欧元,这让欧洲一些球队有些望而却步。 不过此间图抄球队被希克塔斯,对其表达了异象,据消息称,球队后的伟达可能会离队,所以球队打算引进金英权顶替这个位置。 但是金英权本人的意愿更是偏向去英超其球,因为那里有了不少国家队的队友。